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许多人惧怕担忧死亡 基督徒如何看死亡呢 圣明记三的四章 我们看到摩西的过世 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首先 神让摩西看到应许之地 神带领摩西登上尼泊山山顶 神指给他看应许之地 神答应要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 摩西看见却不得过去 看似遗憾 但摩西是完成了他重要阶段性的任务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并且预备好一群 准备好尽应许之地的百姓 接下来120岁的摩西就死在摩牙底 神给他荣耀 神亲自埋葬他 120岁的摩西眼睛没有昏花 他精神没有衰退 神给他很大的恩典 他可以安度他的每一天 以色列人为他哀哭了30日 接下来新的领袖开始了 于书亚被按手有智慧 人听从他如神吩咐一般 最后神给摩西的结语 没有先知像摩西一样与神面对面 神打发他在埃及行神机 在以色列人眼前行大事 行大能 是的摩西的过世 是在神的计划主权当中 神埋葬他 神尊荣他 更美的是 他虽然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他却开启了 交棒给约束亚 开启一个更伟大的时代 是的 基督徒面对死亡 好像是一个转运战 许多人面对死亡 似乎是一个终点战 更可怕的是 不知道下一站去哪里 但基督徒面对死亡 是一个转运战 是我们离开了地上的生活 乘着飞机 乘着上帝的应许 飞向永恒的国度 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更宝贵的是 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 在神的计划中 完成神的工作 与神面对面 成为神的代言人 来做成神的功 这是何等美的人生 我们来祷告 感觉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死亡不是终点战 而是转运战 让我们在 基督的应许中 认识主 而且奔跑天国的道路 也在地上每一天 活出上帝的荣美 带领人认识主 敬为主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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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